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玉米淀粉 还有就是柠檬 首先我们使用工具把柠檬的皮削出来 这层皮的香味是特别香的 之后放进冰箱冷藏待用 接下来就是把柠檬汁给炸出来 柠檬汁用量呢 就在于你所能够接受酸的程度 如果不能够接受太酸的话呢 可以减少一点 接下来取出一半的牛奶 然后加入玉米淀粉 把它们搅拌均匀 这是因为我们要先把奶油奶酪给组融化 如果一起加入的话就会很糟糕了 在柯里加入牛奶 然后加入奶油奶酪和糖 我的奶油奶肉会变成这个样子呢 其实是我把它放在冷冻室里 让它结冰 其实也不是为了什么效果 只是让它能够保存更长时间而已 这些材料加入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加热 好让所有材料都搅拌均匀 当牛奶沸腾之后呢 就把它转成小火 如果你想口感比较顺滑的话 你可以先把它过筛 接下来加入我已经混合好的玉米淀粉和牛奶 这个时候全程保持小火就好了 玉米淀粉加入之后呢 我们就迅速搅拌 好让玉米淀粉能够充分地混合在奶油奶肉里 当它变成像这种浓稠状态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熄火 然后加入柠檬汁 然后迅速地搅拌均匀 最后的面糊将要像这个状态 接下来找几个杯 然后把布丁糊倒进去 把它振动一下 让它比较平整 然后包上保鲜膜 保鲜膜是必须要贴在表面上的 这样表面就不会形成一层皮了 接下来放进冰箱冷藏至少4个小时 或者是隔夜 在散用之前我们把它装饰一下 表面撒上一层糖粉 我使用的是防潮糖粉 通常是用来做装饰的 再加上之前准备好的柠檬皮 再加上之前准备好的柠檬皮 这样我们就大功告成了 酸酸甜甜的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所有内容 谢谢大家观看 也别忘了关注订阅 点赞还有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